6月10日晚上的鱷魚談 昨天的鱷魚談叫大家小心 我們香港的聯繫匯率 因為很多金融大學已經在吹集結號 在籌期 打算沽爆港元的聯繫匯率 他們就能回家過聖誕節 開開心心 當時我的看法大概是一年左右 這些傢伙就是砌足資本 誰知道今早打開了 互聯網看看新聞 Kyle Bassett已經說他自己準備了一個基金 槓桿分分鐘有60%回報 大概是18個月左右的攻防戰 他說兩年左右的成長 就會揣爆你的香港和美元的聯繫匯率 快點雜資買下去 就招呼升力分分鐘有60倍 回報這樣超級 嘩,這麼大謹慎 是不是大家立刻想想辦法 不要再相信自己的貨幣制度 不要再相信港元 做一下這事情 但是就是看Kyle Bassett 兩年這麼遠 已經一早出扁了口實 其實背後也掛在其中 當大家在這裡玩玩手機,拋一下浪頭 你不肯相信我底牌,你真的不肯相信我會衝爆你 你就推出國安法 其實這是一個信號 西方國家現在已經不停出招 就告訴大陸人,你要再搞國安法 你就預讀了死無全屍,屌尼老尾,去永驗庭,定定骨夫欽,扑街 大家當然知道人家真的是禮珍 也告訴你,你也沒有資格跟別人去玩 你也沒有能力去跟別人玩 人家只要認真,就真的收狗你皮 把槍真的在你的頭上,閘珠頭 看看你這個傻子,是不是真的硬推 遲些好像在六月裡面都有一個人大會議 原本應該要這個港版國安法 納入議程裡面,聽聽一些細節 但是好像公佈了一個項目 裡面未見到這個國安法 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救縮 還是搖底 還是受到國內這些 黨裡面這個混蛋 喂,屌尼老尾,你看著弟弟好 你這樣搞法,屌尼老尾,大家攬炒 你屌尼老尾,屌尼老尾,滅全族 沒所謂,我還兒子和老婆亂 我還約了這個范冰冰屌尼 你不要搞清楚,屌尼老尾,不要屌全局 會不會是這樣呢? 真是不得而知 說到這個Kyle Bass的 這個衝擊聯繫匯率的基金 有六十倍那麼高 但是我們的香港政府,屌尼老尾 也是為善不甘後人 都做了一個重大的投資 說得到明他這個ROI 有四個百分比,只有七個百分比 有七點五個百分比,只有七點五個百分比 就是屌尼老尾 借錢和買股份 就是國泰航空借貸的計劃 當然,香港人聽完之後 屌尼老尾,搞錯了 政府屌尼老尾,又亂用錢 屌尼老尾,又去屌尼老尾 曾幾何時,香港人有很多自家製造的品牌 享譽國際,飛升國際 譬如郭泰,每年年初二,年初一 都搞什麼,花車巡遊 很多人都會來看香港的花車巡遊 都是每年都靠郭泰去贊助 Rubbie7,如此類推,這些大型國際的城市 都是由我們Cafe Pacific,CX這條國際航班去贊助 令到我們香港更加多人去知道 當然還有兩個引以為傲的品牌 一個就是獅子銀行HSBC 剩下的已經由MTR變了當港鐵 現在你也知道港鐵一早就淋陷了 HSBC日日被梁振英的狠樣在這裏 屌尼老尾,插背 現在都知道郭泰航空公司出糕了事 郭泰航空公司為什麼會出事? 那當然又是多人得屌尼老尾,偉大的祖國 不肯是你們的武漢實驗室 漏夠了這隻屌尼老尾,中國武漢肺炎的病毒 弄得全世界都屌尼,你別說,社交移動 哪個角度都不能去 這個時候六月份 屌尼老尾,如果不是因為你們這些混蛋 大陸你漏夠了這些屌尼老尾的病毒出來 我在BC省溫哥華在吃一群蝦,屌尼老尾 我還在屌尼老尾,屌尼老尾 天天就屌尼老尾給這些屌尼老尾,屌尼老尾 我現在在嘆尼蝦的薯尼,屌尼老尾 在吃溫哥華的日本料理,屌尼 是不是這樣說 我隨時都會搭郭泰或Air Canada 兩間航空公司現在都停了行 那你叫我怎麼辦 就是因為這樣,大家哪個地方都不能去 大家都封關鎖角 搞到郭泰的飛機停在停機坪 還賣了幾架新飛機 屌尼老尾,每一個月 他虧了二十幾到三十億這麼多 哇,屌尼老尾 真是鐵打的漢子 都有倒下的一天 最鋒利的刀刀磨到頓的一招 屌尼老尾,就算你以前多賺錢 現在這個情況,終於就要見紅了 當然,再加上國際油價 屌尼老尾在不停抽搐 屌尼老尾,就像林鄭月娥 因為木耳陰順都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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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價這麼難搞 屌尼老尾,你叫郭泰的管理層 一個不小心Hash 錯一點屌尼老尾 屌尼老尾的價錢 真是死糕過蠟肉 不碰到兩錢重了 那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奇怪了 郭泰這個主要的股通 當然是泰股和國航 再加上卡塔爾的航空 郭泰是佔45%的股份 而一個國航就是29.99%的股份 卡塔爾航空就是9.99%的market share 我覺得很奇怪了 如果你有做過生意 見到公司見紅,輸錢 你如果要付錢,你應該怎樣去做 當然是要開這個股東會 就像老鱷一樣 MIHK 都要見紅 當然是招惹齊這些屌尼老尾老尾 老尾旗股東 真的好不想走 我們的網友全部都不能給錢 又不能重籌 又不能交台費 這個月又見紅 那怎樣 如果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那就沒辦法 扎炮都要屌尼老尾 公股,扔錢出來 Directed Sloan 他過了這個難關 現在太古最大的國泰股東 國泰管理層亦是Thatton 如果沒有再申請 沒有白武士打救 他就含著橡皮黨 死臘肉 接納包袱 全體解散 香港從此沒有CX 這樣說 沒有辦法 政府唯有出手 但是我一個最大的疑問 我今天也問過我的老友記 其中一個鱷魚談團隊的要員 游擊隊長 究竟為什麼太古不願意泵水下去呢? 有幾個可行性 一個可能性就是 太古覺得 吃之無味 棄之可惜 繼續做這個 airline的business 找自己笨賊 床板夾春袋 有虎自己知 孖展越來越少 前景越來越坎坷 你老母又開拓 不能飛去大陸的航班 領空權又被中國民航搞搞震 沒有人光顧 夾死他 其他國際航班 也不開放 領空暫時因為疫情問題 飛不成功 這樣搞 接勾了他 做來罷了嗎? 這樣可能大班都拼了 fucking god damn it fucking business let's close it down 假裝了 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當這個股東開到這個會 打算要泵水下去的時候 現在就要這樣 要放幾百億下來 現在我就打算跟 你跟不跟 有很大的possibility 這個各行 欺負過臘肉 窮過老和 額問都擠不出 那就沒有辦法了 哎呀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現在這個財務情況 有些問題 有些困難 你都知道了 我們中國裏面 都可能 飽受這個 疫情的折磨 都很慘 那樣 就拿不拿到 出來 你兩個大哥 都拿不拿到出來 卡塔爾 當然是你站在一邊 為你談件事 才找我 那什麼情況 香港 國泰航空公司 差不多是我們香港的 航空的龍頭業 亦都是香港裏面的一個 空中樞紐 這個establish 香港不想放棄的一個 龍頭位置 為什麼這樣說 你想想 想想 很多人因此會失業 很多航空的networking 從此玩完 這個國泰製造了出來 這麼久的歷史 這麼大口 那些database Asia mileage 如果是因為這樣 沒有全力 就有很大的影響 對世界的衝擊 金融的衝擊 都不是說 屌你老尾 不肯令你頭痕 起碼 你要吃這個 馬訓壽司 又或者是 飛去法國步都 運一些紅酒回來 你都不肯是這麼容易 那怎樣搞 唯有就要找政府出錢 那最後他們搞了 這個390億元的 這個重組方案 政府就會借錢 273億 給國泰的航空 其中呢 政府就會195億 購買這個優先股 就是說 當這間航空公司 賺了錢 要派息的時候 首先要派給政府 同時之間 也會借給CX 78億 這個loan 給他們應急 搞定這個難關 那麼 在這種情況 政府還可以有 19.5億的認股權 好像我剛才說 就這樣說 他們預測的ROI 就會4%到7.5個百分比 那麼多 陳茂波又說的時候 在陰陰嘴笑 覺得是 是一個非常順利的投資 那是否是 胡蘿 是不是好像打一個算盤 好像如他那樣去想法 我們繼續有目共睹 不過有些事情告訴你 就是國泰從此 他的股東的structure 就會變了 例如國泰由45% 太股持有的百分比 就跌到42.26個百分比 這個各行就去到28.17個百分比 這個quantor就是去到9.38個百分比 而政府就無論理由 持有6.08個百分比 這個股權 原本如果中國民行 容許這個國泰收購 這個港農合併 就變了這個叫cafe express的話 就是說基本上 國泰憑住 香港和大陸的domestic fight 其實基本上分分鐘都有機會 找到足夠的錢 可以讓他搞定一些成本上的問題 不用虧得這麼大劑 奈何 你要知道 領空權也是中國共產匪黨 這幫混蛋 不能可以放棄的一件事 他們的貞操 他們的後欄 他們的屎眼 全部都可以放棄 唯獨是領空權 絕對不能可以放棄 更加他要千方百計 要控制我們香港的領空權 那你就說 他怎樣可以讓你們這樣搞 令到太古英資這些資金的機構 可以踩進去中國裡面的領空 所以又不能給了 好了 在現在的情況出現了這樣的情形 當然大家其他股東都要配股 只要供股 11股供7股 那就會換句話說 每股是以4.68去供發 要集資117億的資金 再崩了下去 大家會問 這一波事情 太古是不是很虧張呢 而且政府也要派兩個觀察員 進入他的桌子裡面 看著他們怎樣營運 看著他們怎樣運作 嘩 現在看回這條數 剛才你不是說 國航佔28.17% 香港政府佔6% 卡塔爾航空佔9.38% 加起來 已經是超過國泰航空的42.2% 那以後是不是 被共產黨插裝 控制了 整個國泰的話事權 大家稍安無措 頂頂 鎮定 因為我今天見到所有Facebook 都在說 太古從此失去了這個話事權 共產黨食咎了國泰的話事權 但是什麼 但是什麼 停一停 休息一休息 看真點 魔鬼在細節 你的對手是英國人 你老母人懂得簽合約的時候 你這些支拿人 東亞病夫 已經只懂得畫鬼畫符 還有寫著茅山那些 林兵鬥者那些 那些 你當然不明白到 偉大的英國人 這群大航海士道 已經是中環七海 來到我們的香港 靠下一片戰爭起家的 這群大哥 裡面 絕對勁抽的智囊 跟他們想清楚 那個contract 怎麼這樣寫 如果大家看看 當國泰以前想收購Dragon Airline的時候 策略性的Alliance引入了中信貸庫和國行 當時有一個pact寫了 國泰裡面的太古和國行 因為他後來買了中信貸庫的股份 這個percentage加起來 就是29.99 加起來45% 不到75% OK 但是他們兩個已經是命運共同體 一個叫做 共同行動一致人士 換句話說 國泰裡面的太古股股東 say yes 各行不可以say no 各行say no 太古也一定要say no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政府想要夾國行或夾卡薩爾 再加上他拿到的認股券 再賣出去給第三方 你不用指望 各行的決定是要against 國泰裡面的太古大股東 總之 太古不能准說yes 各行不能准說no 所以換句話說 他的board 控制權和管理權 是牢牢管理得著的 好了 原來還有一條細節 寫得明 第三方的這些股東 任何他的股份 增持到去的15%裡面 他就真的已經要停了 不可以再做事 如果他去到15% 他要觸發全面收購 又或者要靠一些 再給第三方的進來賣股份 一定是要get到太古的concent otherwise 你什麼事都不可以做 換句話說 就算你派兩個幹部 共產黨員進入board 其實太古都在這個moment裡面 牢牢管死管理層 牢牢握著board 握著board 握著board 在這個moment 是完全沒有輸到任何的integrity 當然 過往太古在過去幾個月裡面 做了很多的這些 白色恐怖事件 把這些國泰裡面的 任何參加過政治活動的人 秋後算帳 各方面的事情 大家都要明白到 因為在整件事裡面 他也有一些中方的股東在裡面 握著或者加餘一些壓力 這個就是 很多人會擔心 在這次之後 會不會 政府進去 繼續打壓 這些曾經參與過 黃色運動的 一些國泰的員工 飛機師 或者空少 空中小姐 等等 我們看著 之後 可以知道 國泰的取向會是怎樣 但是可以換句話 政府這次的策略性 要不要借錢 投資也好 其實 一點都動搖 不能找到 太古在board裡面的 話事權 換句話說 我們的香港政府 又做了冤大頭 我有理由相信 因為這次是各行 可能真的拿不到錢 國泰裡面的太古 這個director 也是在這一劑裡面 扮了事情 不做就扮就 你老母子攬炒 我就放棄這個行班 你老母子想想他 沒辦法 唯有陳茂波 就要用這個土地的基金 在這二千多億裡面 撥錢出來 要做這劑冤大頭的事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老母子 開動了這個土地基金的機制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陸陸續續 哪間公司不能想 陳茂波 就用土地基金的機制來搞 BOC不能想 又是他這樣做 或者中國人壽不能想 又用這件事來做 這二千多億 很快就燒了 就沒有交易了 香港特區政府 首先就是出手 救這個海洋公園 跌了錢 現在又來救這個國泰 又再跌了錢 將來現在都能看到 如果大家聽完我們的分析 太古仍然穩手 拿著board的控制權 接著金劑又 加了政府去填淡 自己也是賣了股份 如果有好處 減輕自己的成本 看著將來的情況會是怎樣 這些雞辣的business 到了適當的時候 要不就是你各行破產 搞不定 吃夠他們的東西也好 又或者第二件事就是 適當的時候 搞不定一件東西 真的不可以再搞了 國際形勢麻煩 搞不定 中共越來越癡膠線 他不就賣掉了他 早早撿包袱走人 由得 進可攻 退可守 所以傾丟 你怎樣贏得英國人 屌你老母 一班 連阿屎沙門都不肯認識的人 跟英國人打交道 死多兩錢重 所以 前一陣子的陳茂波 當記者問及他 拿國安法的情況 他自己的看法 忽然之間 淚流滿面 似有所感觸 其實他的春袋 就被三、四個三劫夾 夾著這樣 陰陰作痛 完全都不知道 可能他在想 究竟我將來的錢 要怎樣拿出來 這件事被人擺飲了上台 名流青史 遺臭萬年 心中可能就是在想 喬底那蟹的少東 當時的名言 屌你老母 我哪有錢 這樣 陳茂波哭 是有原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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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